第三百五十集 你这人真是无聊 和一个美女聊天就让你如此难受 算了 我也不绕弯子了 那黑豹狂猛的皮甲是你的吧 不知道你是否还有黑豹狂猛的金麦 如果你有 我愿出高价收购 价格你可以随便开 少女直接道 美眸盯着夜晨似乎想要把夜晨看穿 黑豹狂猛的金麦 夜晨眸子略带深意 果然黑豹狂猛的皮甲让此女追溯到了自己身上 可惜金麦极其珍贵 夜晨自然不可能拿出 没有 那皮甲我不过意外所得 却是再无他物 夜晨直接说道 黑豹狂猛皮甲拿出 使夜晨别无他法 你真没有 少女饶有趣味地说道 眼神直勾勾的 仿佛想要看穿夜晨的谎言 没有 雨落 夜晨直接带着沈世西离开 态度冰冷至极 哼 你这人 直到夜晨走出剑宝室 少女小嘴一撅 不满地哼了一声 哼 倒是两个有趣的家伙 福伯 帮我查到她的身份 她身上定有灵蛇筋脉 直到夜晨身影消失在少女的视线当中 她嘴角露出了一丝饶有趣味的笑容 看着身边的老者以命令的口吻吩咐他 她倒要看看 那个为首无视自己的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姐 这不合规矩吧 按我说的做 这个老人虽然是一宝阁的人 但却是出自己家 他自然可以命令 是 我尽量 如果被一宝阁上面的人发现 那就麻烦了 一宝阁一楼 叶先生 您说那女的真是几家小姐 她说的黑豹狂猛的筋脉 您真的没有 看着夜晨 沈时希好奇地询问道 她是不是几家小姐 我不关心 这一宝阁神秘无比 谁知道她幕后站着什么强者 夜晨面色凝重 刚才面对那个看似无害的少女 夜晨感受到的危机无比真切 这是夜晨从未有过的感觉 面对这样一个女子 夜晨岂感大意 至于黑豹狂猛筋脉 现在就在我身上 可惜我不会给她 半块黑豹狂猛皮夹就价值斐然 这筋脉的价值更不用说了 我还没缺钱到这个地步 夜晨冷笑道 也是 沈时希点点头 他甚至高看了夜晨几分 一般人看到几家估计都要巴结几分 但是夜先生却没有丝毫巴结的打算 更是直接拒绝 如果被外人知道 必然惊掉下巴 不过夜晨的身份高贵无比 更是万剑宗的师尊 背后有上古大能坐镇 几家又算得了什么 只要给他时间 昆仑须说不定会像华夏一样 横空出示一个夜家 对了 夜先生 您刚才买了药顶 又拿下丹药 不会想要炼丹吧 昆仑须炼丹师虽然地位崇高 但是每一个炼丹师都是各方势力核心人物 他们可都是得到各方势力的支持啊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成为炼丹师 你难道想 突然想到了什么 沈诗熙面色骇然地看着夜晨询问道 万千世界大到三千 小到无数 五道之路慢慢长途 经过千万年 逐渐衍生出了几种特殊的人群 炼制丹药的炼丹师 绘制符文的灵符师 还有炼制阵法的阵法师 这无疑是最有代表 也是最为庞大的三类人群 这些人实力超群 这些人地位超然 这些人备受尊重 可惜 想要成为这一类人群 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 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他们的身后需要有庞大的势力 作为支撑才行 如今夜晨 他背后站着万道剑尊 的确没错 但是万道剑尊强大的剑技和战斗实力 那些大人物 一般只会认真做一件事 昆仑须可没有什么全能的人物 如果不潜心修炼一门 只会样样不惊 到头来 对修为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不希望夜晨走这样的路子 万道剑尊的东西 足够让夜晨受益终身了 如果在炼丹 只会分神 浪费天赋和才华 我只是对炼丹感兴趣而已 夜晨眼中金光一闪 顿了顿 继续说道 那一个要顶 别看古朴破旧 但是却很适合我 而且一般的东西 根本不会出现在 异保大会上 而那零件 却是为我母亲所准备的 价格再高 我也会拿下 说到这里 夜晨颇为感慨 在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大量的资源 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寻常人想要得到资源 何其困难 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着自己 成为炼丹师 我还真要打破这个智库 说到炼丹师 夜晨的眼中 燃烧着旺盛的斗志 他已经准备开启 另外一座墓碑了 一方面为了断雷人 另一方面 便是为了自己的炼丹术 他的炼丹术 以及火死人人肉 白骨的衣术 在华夏算得上顶尖 但是如果放眼昆仑须 那便渺小了几分 甚至现在自己炼制的丹药 都快跟不上他突破的境界了 经历的越多 夜晨越能够感受到丹药的重要性 如今有机会了 夜晨希望抓住 叶先生 这 听到夜晨的话 没想到他还真的想要成为炼丹师 沈时熙不知道该说什么 尤其是感受到夜晨坚定的决心 沈时熙最终只能叹息一声 对方的身份是他的师尊 师尊的决定 他自然不能反驳 不然师尊一怒 他在万剑宗长老的职位 估计都不保 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几道身影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正是雪蒙之人 为首的便是雪丰华 只不过雪丰华拿到拍卖的东西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向着易容的夜晨和神海滑走来 眉宇之间有些不善 沈时熙感觉到不对劲 轻声道 叶先生 看来这些雪蒙的人 应该知道是我们拍下了太古虚实丹 毕竟我们刚从那里出来 明眼人细想几分 还是能猜到的 不过叶先生放心 这群人断然不可能察觉到你的身份 叶晨没有丝毫慌乱 淡淡地看着迎面而来的雪蒙之人 甚至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杀戮 他和雪蒙早就不死不休 不管这群雪蒙之人和他有没有矛盾 等出了这里 他必然会出手斩杀 有沈时熙在身旁 再加上断雷人的帮助 不会太难 雪丰华脚步停下 冷谋凝视着叶晨开口道 可是你拍下的太古虚实丹 雪丰华的话语带着毋庸置疑的语气 虽然不知道叶晨的来历 但是叶晨身边只有一个老者 包厢位置也是一般 这种人在昆仑须不会有什么大背景 在此地 他自然不会抢取豪夺叶晨的太古虚实丹 他要叶晨主动献出太古虚实丹 这便是雪蒙之威 如果不许 那就别踏出此地 否则生死有命 就在雪丰华笃定叶晨会献出太古虚实丹的时候 一道淡漠的声音轴然落下 关你什么事 滚一边去 此话一出 雪丰华脸色大变 那些他身后的血蒙强者 一个个杀鸡毕落 简直找死 雪丰华笑了笑 笑容颇为猙獰 小兄弟 不知道怎么称呼 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我雪丰华的人 你是第一个 说不定 离这一宝阁 你便是最后一个了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身后的血蒙强者更是围了上来 而此刻 沈时熙冷哼一声 一步踏出 气息释放出来 冰冷的声音响彻 叶先生 可是你们可以随便知道名字的 你们若想动手 哪要看我答不答应 沈时熙的境界可不弱 一瞬间 那些血蒙之人就变了脸色 哪怕雪丰华 也是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叶琛 叶先生 身边还有超凡净强者守护 难不成自己看走眼了 固然如此 他还是伸出手淡淡地等 这么紧张是做什么 我雪丰华喜欢交朋友 血蒙在昆仑须的地位 你们应该知道吧 谁料 叶辰直接将雪丰华的手拍开 握手就不必了 我怕脏了我的手 和血蒙握手 对叶辰来说一辈子都不可能 找死 雪丰华彻底被激怒了 他在血蒙地位不低 华夏昆仑山 亦或者昆仑须的强者 不说百分之百 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 但是眼下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有他们算什么东西 敢拒绝他 叶先生 叶这个姓氏 除了那个家族的人以外 他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 这小子又出现在 华夏昆仑山 定然不可能 是那个家族的人 有什么资格这种态度 高傲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如果不是这里 有强者镇守 他早就出手 摘下着不知死活 小子的头颅了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 一道金色光芒 照亮了整个大厅 大厅的所有人表情一变 哪怕是雪风华也是一样 他顾不上对付夜晨 冷哼一声 哼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再给你几个小时 活命的机会 我希望 你能活着走出此地 雨落 他便和血蒙强者 一起向着光芒的源头冲去 不光雪风华 所有在场的人 都向着那个方向略去 整个大厅 只剩下夜晨和沈时锡 夜晨扫了一眼 那个方向好奇道 这群人去做什么 一定是你 那么 我